MuO 有天,流浪貓媽媽就跟她的貓仔說 你長大了,三天之後就不可以再喝媽媽的奶 要自己出去找東西吃 貓仔聽到之後就很害怕地問 媽媽,出去找些什麼東西才好 貓媽媽就回答 你找些什麼吃 我一時之間都回答不了你 不如這樣吧 你用祖先留下來的方法 在這三天裡面 去附近的店舖 細心聽聽別人說話 他們自然就會教你的了 第一天 貓仔就躲進一間餐廳裡 他聽到老闆和伙計說 阿強,你記得收舖前 把魚和牛奶放進冰箱裡 貓仔最喜歡吃魚和喝牛奶 第二天 貓仔就躲進一間餐廳裡 他聽到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說 老公,你記得把臘腸和臘肉掛上樑 不要讓貓偷吃 第三天 貓仔就躲進一間藥材廳裡 他看到一個媽媽 和正在做功課的兒子說 兒子,你記得把餐廳的魷魚絲 芝士和肉鬆放進櫃裡 那些貓的臂很漂亮的 然後牠們偷吃光了,你沒得吃 就是這樣 貓仔很開心地每一天都回家 跟貓媽媽說 媽媽,祖先教的方法很有用 每一天我只要細心地聽別人說什麼 牠們很自然就會教我找些什麼 靠聽別人的說話 不單止吃得飽 還學習到生活的技能 貓仔終於變成了一隻身手敏捷 肌肉強健的大貓 後來牠做了爸爸 都這樣跟牠的貓仔說 仔細聆聽別人的說話 牠們自然就會教到你了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不懂就要問 勇於法問固然是好 但有時候憑自己的努力去找出答案 得著可能會更加多 我覺得貓仔跟我現在做生意一樣 初頭什麼都不懂 好像一張白紙一樣 其實最重要是要細心聆聽顧客的意見 我小時候媽媽是做小販的 很多時候我都會幫忙開檔 見證著很多街坊 都由顧客變成她的好朋友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媽媽是一位很好的聆聽者 就算她現在退休沒有做小販 那幫街坊都經常來找她喝茶 依然是她的好朋友 就是因為聆聽 我媽媽除了做到生意之外 還得到友誼 你也試試用心聆聽吧 說不定別人的說話 可以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得著